比較高一些些 最重要是需要利用到幾個函數 VILLE函數 這我剛剛講的 還有一個什麼 MID函數 這個就是 MID MID實際上是MID MID指的就是說我今天 要取什麼 一個文字 一個字串裡面的某 中間的某幾個字的話 那我可以用這個MID函數 其他好像VALUE 這個VALUE函數 主要是把什麼 他可以把那個 就是 文字 轉換為數字 再來比對 這個地方的話會用到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他大概做需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把這一題打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底下有什麼 柱專 領員 領主 跟那個辦事員 助理員 有沒有 那第一個你會發現 他們的欄位的位置都一樣 所以你記得 做事情的話 如果四個工作表都 都一樣的欄位的話 你記得 只要做一次 然後按SHIP的鍵 把這四個工作表一起選取 這樣的話呢 你只要做一次 就好了 因為他都一樣 你做完之後 再來 做 後續的自動填滿的動作 就不需要說 做完一個 再做下一個 那這樣很浪費時間 OK 第一個 取消的話呢 你這樣沒辦法取消 一定要選這四個以外的 取消掉 OK 那這個地方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第一個 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說怎麼做 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單位 那單位應該是哪個單位 比如說這個住專 他這邊有編號 編號也許 是他的 可能是他的職工編號之類的 那其中你會發現 中間 第三個字 三到五個字 108 有沒有 這個108 就是 在單位裡面 可以看到108 就是什麼 總行什麼呢 審查部 那實際上 你可能以前的做法是Ctrl C 然後呢 再切回來 單位就Ctrl V OK 那這個人是什麼 343 343單位是多少呢 你就往下找 343 找到之後的話呢 咦 什麼 你就把它 Ctrl C 然後再貼過去 Ctrl V 那不對啊 如果這個 這個動作 你要做 你要做很多次 有沒有 如果資料很多的時候 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很快的 自動幫我查到 並且把結果 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也是我們要做的 第二個是 主別 那主別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主別 這邊有一個主別 主別裡面有 A到 E對不對 實際上呢 主別指的是什麼 主別指的就是 這個編號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五 第六 第七個字 OK 所以 第一個你要先把 這個文字裡面第七個字先抓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利用 V 凡數呢 去查一下什麼 查一下主別 主別裡面的 這個資料表裡面 的 第二欄 比如說他這邊是 A 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 一般的 銀行業務 把它帶過來 放在這裡面 OK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要塗法 那個剛好煉鋼 那也很花時間 A B C D 那每一個 一個慢慢查 太浪漫 所以 這個一定不行的 所以你必須配合兩個函數 一個是 MID函數 一個是 V 函數 那第三個這個 升等 那升等什麼意思呢 這邊也不會有個升等 升等的話 表示他有個代號 1234 我們看一下 就是 這個指的應該是前面這個號 第一個字 你就去查表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考核 那這個考核 特別注意 考核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考核成績 指的是 這邊有個 60% 指的就這個 那這個 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他前面兩個是假 後面 總考評變成A 很麻煩 他沒有統一嘛 那怎麼辦 你變成說 那怎麼知道他這個成績是多少 要把這三個 分別把它加起來除以3 印象中好像是這樣 那你要怎麼知道假是幾分 假這邊有個對照表 你可以到那個等級裡面查一下 假的話是85分 A減也是85分 所以你要查完之後 帶過來 然後把最後結果 算出平均來 這個如果說當然也是用非多函數 但你如果用圖法列剛來做的話 非常浪費時間 那最後的話還有什麼呢 這個 比4的話指的是什麼 比4指的是 這兩個成績 這個佔版 這30 這個佔版 這70 你就把它合計出來 那最後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 名次出來 最後做完的話 全部排名 這題就完成了 當然如果說你不會用那些函數的話 一定有那麼多時間 可是如果你會用那些函數的話 很快就做完了 而且4個工作表 做完你就多選 做完之後分別把它填滿 很快就可以交差了 最後的話 也許你 也要輸出報表 再把它列印出去 你的主板看到 OK 你就可以 沒問題 可以 準時下班 OK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這一題稍微了解一下 題目 然後作答 完成類似掌的像這樣子 插出來 上面就是一個公式 有沒有 V6函數配合MID函數 這個是也是一樣 V6函數配合MID函數 這個是也是一樣 還要配一個Value 還要配一個Labs 光看到應該就 覺得應該 不太容易了 不過其實 你用理解的 理解的之後 其實也不算太難 這個的話 是把這三個 全部查回來之後 再把它做平均 有沒有 查第一個 查第三個 最後三個 一起來平均 OK 所以這個我想 看起來是很難的 不過我會 在 下個禮拜再來看 下個禮拜就是 按部就班 反正你只要用對方法 結果 很快的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 這個是把 這個乘上0.3 這個乘上0.7 最後的答案 合計的話 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然後呢 45入 所以這邊的話 會有45用RUN的函數 再來用什麼 用那個 RANK函數 去做排名 很快的話可以排出 誰是第1名 誰是第2名 OK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處理這些事情的話 要用對方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開個頭 然後呢 你們先把那個題目跟那個 題目檔稍微看一下 然後把這個檔案稍微打開 了解 那這一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 先把那個 題目稍微了解 那下個禮拜再來看 這一題好了 那今天的話 我想也是一樣 你如果今天的那個 練習檔 有做完 的話 一樣 比照上禮拜的方法 你就把 啊 今天202這一題 一樣傳到你的那個 雲端上面 因為你上禮拜已經 如果已經開了一個資料夾的話 你就直接丟進你的資料夾 你不要丟到別人的資料夾 你就丟到你自己的資料夾 裡面去 OK 那你越早交的話 我講過了 越早交表示 你動作越快 分數越高 OK 反正就是 如果你有交 大家會看 再看你的時間 所以在雲端上面的話 其實會有個排序 就是說目前 總共有多少同學有繳交 哪些同學沒繳交 如果你上禮拜沒有新增的話 可能是不是代表你上禮拜是 沒有來上課了 所以這個 我會在 上面看一下 你們的那個 作業繳交的情況 如果今天呢 這個部分已經做完 202的話 那你可以 直接就把你的那個 這個這個 剛剛的練習 直接傳到 直接傳到一樣的 你的資料夾 裡面 記得就是傳之前 先把那個 右上角有個齒輪 你先看一下那個 你的那個 是不是 轉換成 Google視訊表 部分 記得要把它關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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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